近日有网友爆出张博志的妈妈带沙利在香港开网约车赚钱 该网友还指出张博志的妈妈开网约车已经有一年半 完成的订单超过2000单 服务评分达到4.7分 不少网友得之后纷纷评价张博志的妈妈丝毫没有明星妈妈的架子 据悉早在2017年已经有媒体爆出张博志的妈妈在开网约车 但并未确认其是否以此伪业 近日再次被网友偶遇 可见张博志的妈妈的确是在靠开网约车赚钱 完全没有靠大明星女儿供养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